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七集 这集说的是青绿鸟鸟 垂红长桥 古壁残画如素 江南的壮美风光迎来了朝气蓬勃的王熙梦 五年前他还是懵懂天真的少年 此时此刻 他已经是领受天子之命的青年画师 采风之路上满眼圣景目不辖街 乔歌目畅天人合一 他和黎桂生再次来到了彭领 看龙舟 吃粽子 随红桥边看龙舞 看看 赵哥哥画的葫芦好漂亮啊 是不是鱼儿游起来了 是不是鱼儿游起来了 哥哥 给我的葫芦上画只鸟巴会飞的那种 好好好 来来来 哥哥给你画只金鸡 听花家宇 好好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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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好了好了好了 我阿玛想让你们跟我们去船上住几天 你归生哥 原来你们在垂红桥被画糊了呢 快点啊 我阿爸阿妈在船上等你们呢 饭菜都做好了 好好好 画最后一个了 啊 大哥哥有事要走了 以后再给你们画 好不好 好 好 谢谢大哥哥 走了 我阿玛想让你们跟我们去船上住几天 你归生哥 早晚会在湖边上住下来的 你 西梦哥你说什么呢 我呢 还得去登寒山寺拜天性观 我们这儿完了就过去啊 好吧 等你们喲 好嘞 走了走了走了 快快快 哎呀 从没见过足有千尺的长桥 三起三伏 还如半月 怪不得人叫吹公桥呢 掌灯的时候 我们再坐婴儿家的船 来看夜景啊 嗯 好 好 就是这儿了吧 苏州天庆观 始建于西晋哪 嗯 二位信是好 请问道长 灌里的壁画在何处啊 在 那边 就是这个 三天天宫圣经 张先生给我的话论上既有文字 官家也提起过 哎 上月的洪水把里外冲成了断壁残垣 壁画墙倒了一半 正打算退倒重修呢 哎 可不能退倒啊 可惜了 这么清美的壁画 只剩了一半 嗯 仙抄画师用了多少功夫 看这些人物姿态 技物造型 真是笔下乾坤 毕上华章啊 哎 这是在做什么呀 道长 哦 四乡信誓 自愿出力 重修道观 十条虽重 难敌众人成心哪 哦 民心若山啊 嗯 哎 那年在彭犁湖 我们是要把婴儿一家 和湖边农夫画进途中 这些成心人也当入土啊 等等 我画几笔 哦 原来是画师啊 那壁画墙 古人妙笔 可遇不可求 说不定哪天 我会来修复壁画呢 哎呀 贫道先谢过了 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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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贵生 咋了 还在想婴儿 越走心越空 真可是 一寸相思千万续啊 呵呵 你可别忘了 十五男儿万里深 哎 我现在一心想赶回京师 在大库房铺开长卷 把所见美景统统统统化妆 哎 哎 不要忘了婴儿一家 还有那些农人和渔夫 哎 放心吧 早就想画那些人随山居的图景 没有人 再美的山水也有何意义呢 嗯 我答应过阿母 要画出最美的画 把屋子 全都贴满 张泽端先生的清明上河图 宽七尺长一丈七 你想画多宽多长 我想 两倍于他 此画是要展现我大宋 千里江山 万里神秀 如果能让官家心雄万里 就是第二天死去 也知道 好 那贵生 愿为你举灯言末 助力功成 一言为定 cm ' Ub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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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